我是一個全職的街頭藝人 有質素的街頭表演是絕對可以美化街道 我認為香港真的需要更多不同顏色在街上 我其實都喜歡表演的 但是我未必是享受一個很華麗的舞台上的表演 我選了在街上表演 因為街上給我的反應是很即時的 就是路人喜歡或者不喜歡 我認為街頭表演絕對不是表演給一些外國的遊客看 銅鑼灣一般是會比較好的 但是我表演又不會說那裏多錢所以我去那裏 最重要是看回我想要些甚麼 最重要是有人看得享受 可能給不給錢就是另一件事 賺錢不是唯一你存在的目的 所以你賺錢之前 你要清楚自己的價值在哪裏 我很幸運 我在街頭表演上找到一個屬於我自己的價值 即未必會發達 但我覺得自己活得很自在 而那種自在不是因為你不用憂茶憂米 而是你知道自己有些甚麼對你來說是最重要 那麼這件事我覺得是比運錢更加 更加來得有價值 譬如我攤了這些東西出來之後 即是那些人未見過水晶球表演 就不知道我做甚麼 即是有很多人以為我占卜 有很多人以為我是一些起工 或者我一邊淋水去畫一條線的時候 又以為我是一些宗教儀式 其實也不是的 只不過是雜耍表演 一些說話 一些否定 譬如你這樣不務正業 或者你正正經經找份工作 這些說話 其實令到很多人會有不安 但其實正經的工好像沒有一個定義 所以要克服這些不安 別人對你的期望或者看法 無謂將自己的生命去建築別人的夢想 多謝我叫麗兒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水晶球表演 我有一個距離 為你 tap不通 為你沒有拍攝 等於沒有拍攝 你的時間 為什麼呢 你先進去